我老舅一天吃24克盐 他这个高血压我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有可能跟吃盐多有关系 他说我不是吃盐最多的 我的小伙伴吃盐更多 于是他带着他小伙伴来一查 他的小伙伴一天吃30克盐 这就是我身边经历的盐敏感性高血压 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说说盐和高血压的关系 希望能帮到大家 首先说我们中国人普遍存在盐敏感性高血压 这是我们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里面 专门列出来说的一句话 其实说的通俗点 就是中国人很多他的高血压的发病 有吃盐多这种高盐饮食在参与 当然不一定是唯一因素 也有可能是多种因素里的一个 那么吃盐多 说我们应该怎么查 我怎么知道我吃多少盐也能够 大家现在有四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叫做问卷调查法 第二个方法叫做盐浴片法 第三个方法叫24小时尿纳法 第四个方法叫点尿法 这里头哪个最准呢 实际上我给我老旧用的就是24小时尿纳法 这是最准的 哪个比较准还比较方便呢 就是点尿法 点尿法需要测出来之后再用公式算一下 那么就说这个最准的24小时尿纳 如果测出来之后超过了100 就说明你这一天呀 这个食盐摄入量在6克以上 凤所周知 现在普遍推荐的食盐摄入量呢 是每天在5克以下 你要是24小时尿纳超过100了 说明你的食盐摄入量就高了 但是我们现在呀 这么多媒体 自媒体都在科普高盐饮食的害处 我今天想说两句 三类人不能少吃盐 第一类人呢 就是这个有户外体力活动 高温条件下体力活动出汗多的人 这个注意不能少吃盐 因为他出汗多 第二种呢 就是低纳血症 尤其是老年人有低纳血症的 要注意不能过度的少吃盐 吃多少盐 听你医生的意见 第三类人是有体胃性低血压 尤其是这种 餐后低血压呀 或者体胃性低血压呀 有些人是可以在医生指导下 适度多吃点盐的 总而言之呢 这个吃盐和高血压呢 现在普遍存在这种现象 尤其是我们普通正常成年人 常吃外卖呀 有的时候口中啊 大家需要注意 但是又应该跟人民群众说明白什么 有些人不能少吃盐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三类人 同时呢 大家 我每天吃了多少盐 用什么能检测出来 这个也是应该告诉大家的 希望张大夫今天的介绍 能除了帮到我的老旧 也帮到手机前面 更多的人详细了解这点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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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